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贵笔黄金的珍稀木料一直是被皇家垄断使用 民间是不可以使用的 但你知道吗 在咱们无锡不仅有金丝楠木 而且整个一个听权使用了金丝楠木 民间趁着未想难听 这个听在哪 无锡又怎么会有这样一个高规格的楠木听呢 硕放实验小学教研室主任曹秋涛 有这么粗的金丝楠木 现在可以说在国内世界上已经没有了有了钱 也买不到坐落于硕放的这座湘南厅 也叫朝四堂 建于明朝嘉靖年间 距今已有490年 这座建筑 作为朝南 前后三季 总体面积达到了600多平米 从高空来看 该建筑中间高 左右两间低 很像明朝的观望 而整体又成对称布局 是一座典型的苏式古建筑 那么如此高规格的楠木听 怎么会在偏离皇宫的无锡出现呢 硕放实验小学教研室主任曹秋涛 就受我们曹氏的第九代曹茶 被一个人中了进士 后来以郎中的身份到福建定州当 知府就相当于正无品 只有正无品的官员 还能受到皇帝的接见 还能上金鸾殿 那么她的女儿选入了宫中 被皇帝封为贵妃叫端妃因端妃入宫 曹家圣极一时 朝四堂建成后 曹家的荣耀和南木听的名声 也在江南一带影响很大 嘉靖二十一年 皇宫里发生了人淫宫病 端妃被指同谋而凌迟处死 并牵连欺负 曹家以及这座湘南厅就此沉寂 到了清朝 曹家后人又将旗改成了家族祠堂 术发实验小学教研室主任曹秋桃 湘南厅建成以后呢 是美轮美贯 它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那个上面全部是雕梁画栋梁上 都是精美的画这个柱子上也有画 这个上面画当中那种金色的线条都是用金粉涂上去的 但是美轮美贯的高规格建筑 抵不过历史的年轮 尽管有着曹氏后人的精心堪固 但几经战乱 到两姐放前 这些粗壮的楠木上 有了烧火的痕迹 其中精美的装刻 字画 甚至梁柱上的彩画也都剥落 消失了 朔放实验小学教研室主任曹秋桃 到解放前还存在那个金粉 还存在 但是有个别人抽鸦片 买鸦片没钱了 他就趁朝四堂 贪管了人不被夜里偷偷的坐梁上君子 就从柱子上爬上去 把那个金粉全部刮掉 然后换抽鸦片 结果把老祖宗的这些艺术的瑰宝慢慢的破坏掉 到现在基本上当然无存 那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朝四堂 四堂的功能不负存在 八十年代又被作为停放村里农用机械的场所 直到九十年代 政府出资修复 设作沉寂已久的湘南厅 才逐渐焕发心 2006年 设作历清沧桑的全金斯南木厅 被纳入全国文保单位的名单当中 更多精彩内容进行观 祝每天十八点十五分 都市资讯频道播出的阿福聊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